女浩克第二次尝试 不专内以打击罪犯 却意外遇到同行业魔侠 两位英雄谁也不服谁 随即开始了贴身肉搏 而他们的激情邂逅 还归功于一只青蛙怪 青蛙在使用超能力战俘时 意外起火 导致她的腿部被烧成重伤 她将这一切都怪罪于 给她制作战衣的卢克 并对她发起诉讼 显然女浩克并不想得罪 帮她做衣服的设计师 而老板给她的建议 则是找卢克私下和解 可卢克对她的手艺非常有信心 没办法 双方只好对不攻他 但卢克的律师却迟迟未到 就在女浩克窃喜时 那的男人出现了 马律师的出场很快扭转了局势 他通过超强的嗅觉和听觉 发现了青蛙的谎言 而由于青蛙私下改装战衣的谎言 法官当庭宣布了青蛙的败诉 晚上刚刚回到家的珍妮府 就接到了委托人青蛙的急救电话 随即女浩克穿着 最新的警身战衣登场 两人开始了大打出手 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女浩克 叶魔侠只能边打边退 可还是被对方的掌风机飞出去 在看清对方的真实身份后 叶魔侠也说出 青蛙因为官司失败 绑架了设计师卢克 于是两人决定连手解救卢克 坐廊里 叶魔侠首当其中 干来的大手也被女浩克轻松解决 闯入大厅 两人也成功救下了被绑的卢克 青蛙见大事不妙 直接破窗而逃 却忘了自己在三楼 直接摔断双腿 一切结束之后 叶魔侠二人来到天台聊天 可以看出双方都有不错的好感 在得知叶魔侠明天就要回到纽约 于是吕浩克决定在临别前 请对方吃顿海鲜 胶岩大香肠爆炒海粒子 劳碌了一夜的马师傅 疲惫地走出房间 晚上 吕浩克身穿礼服参加颁奖晚会 可就在他发表获奖感言时 浩克王却突然出现 并爆出了吕浩克和渣男吃海鲜的孤雅视频 这让吕浩克当场失控拆毁颁奖点 现场顿时一片混暗 他也从中发现了可疑人员 可当他抓住对方时 却被特殊部队包围 下周旅浩克将迎来大结局 浩克王的真实身份也将揭露 我们尽情期待